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霞多次把球传给在四号位的王云露 让他扣球 但无一例外他的几乎所有扣球都被防弃 据不完全统计 丁霞起码传了五个球给王云露 可惜都未能转化为得分 再对内赛都无法得分 何谈去国际赛场 失联赛期间 王云露就暴露出进攻能力弱的缺点 每当王云露和袁新月在前排的那一轮 中国女排就会面临卡轮 再加上李盈盈还需要接一传 龚翔宇需要大范围跑动到二号位进攻 让球队攻击力进一步受损 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 只能依靠王云露这点来进攻 可惜王云露面对对方双人拦网时 强攻突破能力有限 不是被拦就是扣球失误 总是要连卡几分之后才能勉强过轮 在和巴西 意大利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之所以输球就是因为这一轮次太弱 所以导致丢分多 尽管后面奋力追分 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还是很难反败为胜 复攻位置上 杨寒玉顶替了袁新月出战 袁新月则是站在一边观看 王云露更是沦为地球者 从目前而言 袁新月和王云露应该还是首发复攻 杨寒玉会是第一替补 失联赛上袁新月的状态一直不佳 和二传之间的配合也不够默契 扣球总是踩不上点和发不上力 之前的高点被飞 女被对手绑起 成为了场上的漏洞 若是世锦赛上再度出现这种问题 就需要替补复攻杨寒玉出马 帮助队伍赌上这一漏洞 这也是为何杨寒玉最近一直和丁霞 凋零与配合的原因之一 此外丁霞和陈佩妍的配合也变得比较默契 丁霞二号未被传给陈佩妍的球又平又快 颇具威胁 发挥了陈佩妍进攻能力强的特点 遗憾的是 丁霞的传球状态依然不稳 在给陈佩妍传出好球后 传给李盈莹的后三却有些靠前 李盈莹只能通过调球把球处理过去 和杨寒玉之间的配合也不是十分的默契 杨寒玉有时也需要把我抹过网 而不是扣过网 状态不稳定也是如今困扰丁霞的地方 随着年龄和伤病的增加 他技术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希望世锦赛上 丁霞能够找到好状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